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官方粉丝团提出生日倡议 网友,一博真的有在好好引导粉圈 7月份基本已经到了月末 最令王一博粉丝期待的8月份即将到来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但8月份除了是王一博参加的综艺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 播出的日子,在8月5号 也是王一博本人25岁生日 当一个艺人过生日的时候 粉丝们免不了的都会为他庆贺一番 在清朗行动还没有开始之前 庆贺的形势无外乎 努力发帖让自己超话在榜单中排名第一 戴上皇冠 战姐包下各地商场的大瓶进行物料投放 粉丝打榜得到专用基金为艺人应援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再充一波艺人的代言销量 如果粉丝们特别有钱的话 买下一颗星星 以艺人的名义进行命名 也不是没有这个先例 这些粉丝为艺人展开的生日应援 几乎已经成了各家的比拼 如果同等咖位的艺人有一方不如另一方 恐怕是要被耻笑的了 不过 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清朗行动展开 超话榜单排名不再显示 投榜也就失去了意义 疫情当下 有些大屏不再接受粉丝投评 只有品牌方可以投放些物料 没有了打榜 粉丝们自然也就没有可以进行集体应援了 这些事实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不过 王一博生日在即 为了防止有些假粉故意 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故意甩锅王一博粉丝 王一博官方粉丝团也发出了有关王一博生日的倡议 不以王一博的名义进行集资 消费 聚集 不进行非理性的违规犯权行为 杜绝铺张浪费的应援行为 可以说 官方粉丝团这份倡议 也是将有可能发生的应援行为都预料到了 不仅避免了黑粉故意黑王一博 恶意将聚集以为王一博庆贺的名义进行 也规劝真正的粉丝低调行事 不要太过张扬 自从清朗行动之下 艺人官方必须与粉丝进行对接以来 很多时候官方粉丝团的声音 也就代表着艺人的意思 以粉丝团的名义传达给粉丝王一博 对于这次生日的态度 既能够准确地传递给粉丝 又不会太过高调 对于王一博官方粉丝团的这份发文 不少看到的网友也是对此赞不绝口 很多时候艺人发生难 不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王一博身上 即使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被人使了绊子 他也能站出来挡在所有粉丝面前 而这份给粉丝们的倡议 也是为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做一个规范 避免有粉丝真的做出不好的事情来 即使王一博有三千多万的粉丝 但粉丝行为 偶像买单的名头一旦压下 谁都承受不住 只能尽自己所能引导粉丝 做到偶像发生 即使王一博现在还没有25岁 但他的为人处事方面是真的没话说 不仅作为艺人身体力行地为大家做个榜样 而且在自己即将到来的生辰之日之前 给粉丝们送来一份生日倡议 提前告知粉丝们要低调行事 生辰将至 先祝王一博生日快乐呀